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姊妹平安 一个礼拜工作天的开始 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 无论你现在在哪里 当我们奉主的名一同祷告敬拜 主在我们中间 这里就是圣洁之地 这是圣洁之地 神在这里 千来千上最深的敬拜 这是圣剑之地 山在这里 胜利宝座 在荣耀的敬拜里 我全心来敬拜你主 高举双手敬拜你主 在你的难荣耀广床 我复复在你帮座前 我全心来敬拜你主 高举双手敬拜你主 在你大的荣耀广床 我与众天使夫妇 神神敬拜你 这是圣剑之地 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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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宝座 在荣耀里 清拜祢 我决心来 清拜祢主 高举双声 清拜祢主 在祢大的荣耀光收 我复复在祢宝所前 我决心来 清拜祢主 高举双声 清拜祢主 在祢大的荣耀光收 我与宗天使福 深深敬 在祢大的荣耀光收 我复复在祢宝所前 我决心来 清拜祢主 高举双声 清拜祢主 在祢大的荣耀光收 在祢大的荣耀光收 我与宗天使福福 深深敬拜祢 我决心来 我决心来 清拜祢主 高举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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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拜祢主 在祢宝所前 在祢大的荣耀光收 在祢大能荣耀光收 在祢大能荣耀光收 高举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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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拜祢主 在祢大能荣耀光收 我与众天使夫妇 神神敬拜祢 我与众天使夫妇 神神敬拜祢 是的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来敬拜祢 开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见 我们与众天使一同敬拜祢 这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 是的主啊在一个礼拜的开始 主啊在这第一个上班日 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祢 把我们的工作献给祢 主啊把我们的家庭献给祢 把我们的全所有都献给祢 主啊我们呼求祢圣洁的灵来充满我们 是祢圣洁的同在来复辟我们 主啊不论我们何往 主啊在办公室在路上 主啊是的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 主啊让我们带着祢圣洁的同在 主啊来工作 主来行事来说话 是的圣洁的耶稣 我们可慕祢 我们可慕祢 哦主是的今天我们要来敬拜祢 主啊是的今天在工作的里面我们要来敬拜祢 在与人往来的里面我们要来敬拜祢 主啊练进我们的口舌 练进我们的眼目 更求祢练进我们的心 主啊在这一开始 主啊我们的心再次的献给祢 耶稣耶稣求与我们同行 我们更要紧紧的与祢同行 谢谢祢耶稣 是的主 求祢保守我的心 主啊因为祢看中我的心 胜过我看中我的心 主啊我知道祢看中我们的心 所以主啊我要站立在祢的面前向祢祷告 求祢保守我的心 恳求祢的保血来洁净我们 主啊愿我的心成为祢的圣殿 主啊愿我的全人成为祢的圣殿 祢居住在我的心里 主耶稣恳求祢 主啊来洁净我 主因为我知道我一生的果效 我的一生就看我的心怎么样 我的一生也会如何 主啊孩子向祢恳求 主啊使我不效法这个世界 主啊因为我亲近祢 祢就必亲近我们 是的主耶稣恳求祢 帮助我在每天早上 单单的将我的心 将一个时间将我的心摆上 主啊不管我是在哪里 不管我是在捷运上 不管我是在厨房里面 忙着家事 不管我在哪里 主啊当我的心仰望祢 当我的心转向祢的时候 主啊这就是圣洁的地方 主啊祢就必与我们同在 主愿祢愿纳 我们摆上的这个时间 摆上的这颗心 谢谢主 是的主啊我的心要仰望祢 主啊我的心要等候祢 主啊我的心要来到 主祢自己的面前 主啊我们敬拜祢 主啊在祢自己荣耀的光中 主帮助孩子的心 安静在祢的里面 主啊帮助孩子的心 在祢圣洁的光中 福福谦卑来敬拜祢 主谢谢祢 主啊我再一次的说 主啊祢在祢的生命中掌权 主啊再一次的 主啊在祢荣耀的光中 使我们更多的改变 更多的向祢 主帮助我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这位神 主啊说我感谢祢 早晨我面见全能的主 主带领我今日用全人全心的敬拜 陷在主祢的面前 谢谢耶稣 主啊是的 人非圣洁就不能得见圣灵的面 主啊求祢不断用祢的圣灵 接近我们 主啊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 成为义 谢谢主 主啊是当我们跟众人在一起的时候 主我们有弟兄姊妹的约束 是我们可以圣洁 但是神 当我们独处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神祢的同在 使我们可以圣洁 主啊 让我们以圣洁为壮事 来敬拜祢 主愿我的圣洁能讨祢的喜悦 主啊使我的心思意念 都藏在神祢的爱里面 藏在神祢的保守里面 也常常被神来结晶 谢谢耶稣基督 圣洁的主 毫无瑕疵的主 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要求祢指教我 就好像祢指教摩西 进到圣洁之地的时候 祢告诉他要脱下脚上的鞋 主求祢指教我 在我生命当中 有什么需要放下 脱下来的 不能带到圣洁之地的 不圣洁不蒙祢喜悦的 主求祢指示我 主求祢让我知道 主要因为我要面见的是一个全能圣洁的主 全然圣洁的主 等祢的话也告诉我们 唯有守节心轻的人 能够等祢的圣山 能够在这个圣洁之地遇见祢 主要在祭坛这里 我要说 就炼尽我的心 使我能够在祢面前站立 使我能够在祢面前与祢面对面 让我更贴近祢 指教我只有一切不结的地方 用炭火烧紧这一切 用炭火洁净我的嘴唇 洁净我的心思意念 谢谢祢主耶稣 祢来到祢的面前 祢是圣洁的主 在祢的光中 祢承认我们的不解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就是我不是靠我自己解禁 是祢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干净的 祢谢谢祢这是我们的盼望 我不停留在我承认我不解 我要进到祢荣耀的圣洁里面 祢谢谢祢 这个礼拜 把祢的心向我们展开 主啊把祢的道向我们解开 圣灵向我们吹口气 让我们进到祢荣耀的里面 祢谢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命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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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南亚 甚至在北美各地的华人当中 非常多的弟兄姊妹都体会到 神在华人当中真的有一个很荣耀的工作 而且主正在进行 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从各式各样的一些迹象显示 神的脚步非常快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很兴奋 我觉得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对的时代里面 这个时刻是主的时刻 这个时刻是主在华人当中要做荣耀的工作的时刻 我们常常跟在我的教会里跟弟兄姊妹分享说 如果你在工作 你最害怕你做的事情是一个夕阳工业 那工业已经没落了 没有什么起色 在那里做的也不起劲 但是如果你参与了一个工作 然后你知道那个工作是很有盼望的 是正在有起飞的 是兴奋的 我觉得我们在一个让人兴奋的时代 特别身为一个华人 各地的华人 你一定会看到我跟主祷告说 让我们今天参与在这个祷告会里的人 我们有生之年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 其实这是多荣耀的一件事情 但是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 每一个关键的时刻 神在他的百姓身上都在找一样东西 就是圣洁 当会幕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很大的兴奋 可是也不拔不洁的亚伦的两个儿子 就烧死了 当约会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大家很兴奋 约会被掳走了许久 现在要回来了 但是在那个时刻 乌萨就被击杀 新约的时代里面 圣灵的时代里面 教会彼得 依次讲到三千人信主 五千人信主 多大的一个兴奋 多大的一个复兴 但在那个时刻 亚纳利亚跟撒菲拉 死在圣殿的门口 越是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越体会到 主对那个圣洁的要求 是不打折扣的 主对我们这个人 对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因此这个礼拜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求主在祷告当中 带我们进到神的心意里面 十月份的时候 曾经有一周 我们跟大家分享说 主要我们追求什么 那个礼拜我们讲到说 要追求和睦 这是主的心 但是我们再回到 那一节圣经 你还记得那个礼拜 我们分享到 在希伯来书里面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但是那节经文 不是停在这里 他说你们要追求 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这两件事连在一块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够见主 主要我们追求 你知道和睦 不是凭空掉下来 什么叫追求 那个追求他在前面跑 然后你去追他的时候 他会跑得更快 这才叫追求 和睦是要追求的 圣洁 不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后 自然就圣洁 不 是必须认真地去面对说 我的生命需要 需要这样东西 我要去得到 我要靠着神的恩典 得到圣洁 而圣洁 不是我坐在家里面 我什么都不做 他就自然就来了 是要追求 你知道中文翻成追求 我觉得真有意思 我们一般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会用到追求这个字 就是谈恋爱 男生谈恋爱 说追求 你就知道说 当我想要追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会用多少心思 我要制造多少机会 可以亲近他 我要挡住别的男人 亲近他 我要 但是面对圣洁 我们需要这样的心 你知道吗 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可以进入圣洁 就是亲近神 因为只有亲近神 在他的光中 我的生命才会被炼金 这个礼拜 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说 圣经里面 主要我们追求圣洁 今天和你分享 为什么呢 第一 因为他是圣洁 我们的主是圣洁的 我读这段经文 给你听 在整个立位纪 立位纪里面的一个核心 就是讲一件事 就是你们要圣洁 因为主是圣洁的 所有的侍奉的根基 就在这里 整个立位纪 讲的是服事 整个立位纪 讲的是 以色列人 神的选民 要照着神的心意 去服事神 但是所有的服事的根基 在这两个字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们所服事的 这一位主 是圣洁的主 他是圣洁的 我在教会里面 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 分享说 如果你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工作 你的主管 你的老板 他喜欢什么 你就赶快照着去做 你的老板从来不迟到 你最好少迟到 你的老板每天把办公桌 收拾得干干净净 才离开办公室 你下班之前 赶快把桌子收好 因为你知道 那是他喜欢的 那是他在乎的 如果你的老板 从来不迟到 你是个三天两头 迟到的人 早晚被file掉 你的老板 每天桌子 收得干干净净 而你的桌子 是瘫着一堆东西 就离开办公室的 你早晚会被他 叫在办公室里面来骂 因为那是他在乎的 你的老板在乎什么事 我们天上的这位老板 他在乎圣洁吗 因为他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他是圣洁的 为什么圣洁 因为他是圣洁 而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他对我们的期待就是圣洁 我独自的禁问给你听 在贴撒努力加前书 第四章第三节说 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清清楚楚 圣灵透过保罗 把这样的话写下来 写在圣经里面说 神的旨意 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不但他是圣洁的 他要我们圣洁 有的老板觉得说 我从来不迟到 但是我用这个员工 我要用的是你的创意 所以迟到随便你 东西出来给我就好 但是这位天上的老板 不但他自己圣洁 他的旨意是要 叫我们成为圣洁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必须知道 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神向我们要圣洁 而在面对 我们的一生走的路上 我觉得生命里面 对成为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极大的恩典 就是神的同在 当神与我们同在 你的工作上 神与你同在 再大的困难都走得过去 婚姻里面 神与我同在 现在再生的低谷 都走得出来 谢谢主 有神同在 侍奉 工作 婚姻 家庭 儿女 健康 有神的同在 那是多大的一个祝福 因为他就是答案 有他就有答案 有他就有力量 有他就有智慧 有他就有能力 有他有一切的丰富 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 什么时候会失去神的同在 再读一段经文给你听 在生命记里面 生命记二十三章里面说到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 要救护你 将仇敌交给你 神说的 他说上帝常常在我们 我们的营中 用今天的话来讲 他常常在我们的生活的范围里面 他常常在你的办公室里 与你同在 他常常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与我们同在 他常常在我们的 侍奉的位置上 与我们同在 他要使我们得胜 圣经上说 他要救护我们 将仇敌交给我们 他要让我们享受 神同在的那个丰富的恩典 但是 他后面讲说 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 就离开你了 这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说的 这个营 军营的营 他其实是讲的是 我们的生活环境 不只是外面的环境 也包括我生命里面 什么地方失去圣洁 什么地方就失去神的同在 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 我们的服饰 失去圣洁 那个服饰 你可以做得很澎湃 很亮丽 很吸引人 但是不会有圣洁的果子出来 我们的婚姻 失去圣洁 上帝的祝福就离开了 我们的家失去圣洁 我们就让我们的孩子活在撒旦的攻击里面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职场 每一个部分都是这样 我再读一遍给你听 要抓住神的同在 因为那是蒙福的根源 但是圣洁是抓住神同在的关键 求主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你知道圣洁是这样重要吗 所以圣经才会说要追 因为不追他就跑了 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承认 主若纠察罪孽 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 传道人是这样 牧师是这样 长老是这样 刚刚信主第一天的人是这样 还没信主的人照样是这样 主如果要纠察罪孽 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求主给我们一个心 我这一生要追求圣洁 因为他是圣洁的 爱我的主是圣洁的 我天上的老板是圣洁的 而且他对我的旨意 他要我圣洁 当我活在圣洁里的时候 他就与我同在 他的祝福与我同在 他的能力与我同在 他的恩典与我同在 当我失去圣洁 他就走了 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好吗 我们就来祷告 所以你的营 所以你的婚姻 所以你的职场 所以我们的侍奉 所以我这个人的心思意念 礼当圣洁 免得他来 见到我里面有误会 见到我的思想里面有误会 见到我的言语里面有误会 见到我的眼目里面有误会 见到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婚姻 我的家庭 我的职场 我的侍奉里面有误会 就 离开我们了 弟兄姊妹今天 我里面一个深深的负担 参与在这个祷告会里的人 由耳可听 我们都应当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主要我向你求 你的仆人照着你给我的感动 把这样的信息 和弟兄姊妹一同领受 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 奉灵传导领我们来祷告 主要是的 现在在电视机前 我们就是在你圣洁同在之地 主要我们不能不回忆你的话语 主现在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跪下 主不是在一个节目前 是在你的面前跪下 求你从里到外地检查我们 主要是的 我们渴慕你 渴慕你圣洁的属性 今天早上成为我们的属性 把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垃圾 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些污秽 全然的洁净 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和羞耻 主要让我们愿意回应你 来到你的光中 你的圣洁中 让我们彻底的被你转化 主啊我们今天回应你 我们的营离当药圣洁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独处的时候 我们私下无人看见的时候 主啊使我们成为圣洁 主啊使我们成为圣洁 主啊使我们 主啊感受到你那个迫切的心肠 我们要圣洁像你一样 这是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全心来清拜你主 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圣洁 但是我们的主 不但用宝雪把我们洗干净 祂用水借着道 祂用水借着道把我们都洗干净 奉祖的名祝福你 追求圣洁 渴望圣洁 靠着主 活出圣洁 主 主 始终与你同在 我全心来清拜你主 高举双手清拜你主 在你的恩荣耀光胸 我与生天使福福 神神请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